接收星辰之力,提升自我能量,现代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的精神成长和能量调节。 接收星星能量并将其转化为己用,是一种提升个人振动频率,增强内在力量的方法。 在浩瀚的宇宙中,星辰不仅是夜空中闪烁的光点,它们也是强大能量的源泉。 自古以来,人们便相信星星拥有指引方向,预测未来的神秘力量。 然而,你是否知道,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,来接收这些星辰的能量,并将其转化为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动力? 一、了解星辰能量星辰能量,或称为星光能量,是指来自宇宙星辰的精微能量。 这些能量以振动的形式存在,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息息相关。 在许多文化和神秘学中,星辰被认为是与宇宙更高意识连接的桥梁。 透过接收这些能量,我们可以加强与宇宙的连接,提升自我意识,并促进身心健康。 二、静心冥想。 接触星辰能量静心冥想是接收星辰能量的基本方式之一。 在夜晚,找一个安静的地方,让自己放松下来,仰望星空。 深呼吸,将注意力集中在星轮,想象自己像一个空的容器,准备接收来自星辰的能量。 想象星光如同细细的光线,穿透夜空,进入你的身体,充满你的每一个细胞。 三、设定意图。 引导星辰能量在冥想时,你可以设定一个明确的意图,让星辰能量为你带来特定的效果。 无论是减轻压力,增强创造力,还是提升自我之愿能力,星辰能量都能够为你提供支持。 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,并真正相信这些能量的存在与效力。 四、记录体验。 观察星辰能量的影响每次冥想后,记录下你的体验和感觉。 这些记录将帮助你观察星辰能量对你的影响,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实际应用。 你可能会发现,自己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,或者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冷静和自信。 五、实践生活。 应用星辰能量将接收到的星辰能量融入日常生活。 无论是在工作、学习还是人际交往中,都可以运用这些能量来提升自己的表现。 例如,你可以在面对困难时,回想起接收星辰能量的冥想经验,让自己保持平静和清晰的头脑。 六、星辰能量的日常实践除了冥想之外,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在日常中接收星辰能量。 例如,你可以在日间进行太阳浴,让太阳的能量充斥你的身体,或者在满月之夜,进行月光浴,吸收月亮的能量。 这些活动都可以帮助你与自然界的能量保持同步。 七、星辰能量的集体应用星辰能量不仅仅是个人的修行,它也可以在集体中发挥作用。 与朋友或家人一起进行星辰能量的冥想,可以加强人际关系,并提升整个集体的振动频率。 在这个过程中,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,互相学习,共同成长。 八、星辰能量的终极目标最终,接收星辰能量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高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层面的提升。 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,我们可以逐渐开启内在的潜能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星辰能量是我们与宇宙之间的一条神秘连接,它提醒我们,我们是这个浩瀚宇宙的一部分,并且拥有无限的可能性。 透过这篇文章,我们探讨了如何接收并利用星辰能量为己所用。 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实践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。 当我们敞开心扉,接受来自星辰的礼物时,我们将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,以及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。 接受星星能量是一种提升个人振动频率和精神层面的实践。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,帮助你连结并接收来自宇宙星辰的能量。 以下是具体方法意冥想与关心,选择一个晴朗的夜晚,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,仰望星空。 闭上眼睛,进行深呼吸,清除杂念,将意识集中在头顶上方的宇宙。 想象自己像一个开放的通道,星辰的能量如光束般流入你的身体,充满每一个细胞。 二,设定意图,在冥想前,设定一个明确的意图,例如希望接收治愈的能量,增强创造力或提升直觉力。 用正面肯定的语言强化你的意图,如我敞开自己,接收宇宙的智慧和爱。 三,撰写心愿,在纸上写下你的愿望或目标,然后在夜晚将纸条放在户外,让星星光照耀。 想象你的愿望随着星光的照射得到宇宙的回应和支持。 四,星光欲,在夜晚,躺在户外,让身体直接在星光下。 放松身体,感受星光的能量渗透肌肤,进入体内。 五,水晶能量增强,使用水晶作为媒介,将水晶放在身边或手中,想象星光能量透过水晶放大并引导到你的身体。 六,星辰仪式,根据占星学,选择与你星座或个人星盘相关的特定星星。 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,进行仪式,例如点燃蜡烛,焚烧香或进行特定的祈祷。 七,星辰瑜伽,结合瑜伽体味法和冥想,每个体味法都与特定的星星或星座相对应。 透过身体的伸展和呼吸,与宇宙能量同步。 八,星辰音乐,聆听与星星频率协调的音乐或声音,如行星送播。 在音乐的引导下,进行冥想,感受与宇宙的和谐。 九,星辰艺术创作,透过绘画,写作或其他艺术形式表达你对星星能量的感受和理解。 艺术创作过程中,将你的意识与宇宙能量融合。 十,星辰日记,记录你接收星辰能量的体验和感受,包括梦境、直觉和日常生活中的变化。 透过写作,加深你对星星能量影响的认识。 这些方法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,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对宇宙能量的尊重。 透过这些实践,你可以增强与宇宙的连接,提升个人的精神层面,并在生活中体验更多的和谐与平衡。 根据您的星座,以下是一些适合您接收和利用的星座能量一,火象星座,牡羊座,狮子座,射手座,火象星座的能量源自于他们的热情,活力和领导力。 这些星座的人通常具有直率、自信和冒险精神。 对于火象星座的人来说,最适合的能量是那些能够增强他们自信和动力的, 例如太阳和火星的能量配合活力有关的星包金经络。 这些能量可以帮助他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实现目标的决心。 2. 水象星座,巨蟹座,天蝎座,双鱼座,水象星座的能量与情绪,直觉和同情心有关。 这些星座的人通常情感丰富,敏感且富有同情心。 对于水象星座的人来说,最适合的能量是那些能够增强他们的直觉和情感深度的, 例如月亮和海王星的能量配合心智有关的圣经经络。 这些能量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。 3. 图像星座,金牛座,处女座,摩羯座,图像星座的能量与实际,稳定和耐心有关。 这些星座的人通常脚踏实地,注重细节且有组织。 对于图像星座的人来说,最适合的能量是那些能够增强他们的稳定性和实际性的, 例如地球和金星的能量配合与消化有关的未经经络。 这些能量可以帮助他们在物质世界中取得成功和满足。 4. 图像星座,双子座,天秤座,水瓶座,风向星座的能量与智慧,沟通和社交有关。 这些星座的人通常思维敏捷,善于沟通且喜欢社交。 对于风向星座的人来说,最适合的能量是那些能够增强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技巧的, 例如水星和天王星的能量配合与呼吸有关的肺经经络。 这些能量可以帮助他们在社交和智力活动中取得优势。 了解您所属星座的基本元素,火、水、土、风, 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哪种类型的能量最适合您, 并利用这些能量来提升您的生活品质和个人成长。 记住,每个星座都有其独特的能量和特质。 透过了解和应用这些特质, 您可以更好地与宇宙能量同步,实现个人的最佳状态。